这次韩寒不仅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的赛车题材 更是找来了沈腾单纲主演 另号 指导疯狂的外星人 也将在大年初一与观众见面 黄渤加沈腾的组合让人耳目一新 此外 周星驰导演的《新喜剧之王》同样来势汹汹 有1999年《喜剧之王》作为基础 星爷此前两次在春节当上映的电影 都成为了当年的年度票房冠军 《新喜剧之王》因此备受期待 另外 每年春节当也不会缺儿童动画 《熊出没》系列的最新作品和网红小猪佩奇 将陪着小朋友一起过大年 新年正好是农历周年 小猪佩奇可以说非常应景